妳知道嗎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真的可以 那是因為控制生男生女 主要是歪染色體嘛 那個我記得我有去問過醫生 醫生跟我說歪染色體 他喜歡在鹼性的環境下 他不喜歡酸性 可是女生在那個口的地方呢 我可以這樣比出來嗎 可以... 要不然怎麼比喻呢 學術探討 OK啦 學術探討好 在口的地方其實是酸性的 所以老公的姿勢要深入一點 直接要到達幾個屋 對... 那黑女兒生一生女兒怎麼講 可以啊 佩佩妳說的這個是一個控制的方法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隨意控制 我要男的就男的 我要女的就女的 戒律很大 就是你姿勢只要深入一點點 只要直接到達子宮頸 因為那邊是鹼性的 這樣歪染色體比較能存得下來 存活下來 我們俗話說 整罐給它倒入就對了 你說靠近子宮頸就容易生男的意思嗎 對...但如果 比如說像我想要生女兒嘛 我覺得很多親友都交代我說 我跟你說 淺一點 對 淺一點 而且你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 我說她什麼 淺一點都舒服嘛 對啊 對 比較沒感覺 淺一點沒感覺 她在裡面就是位置很重要 位置很重要 而且女生不能真的達到高超 因為聽說 這樣子你會有很多分明物 她就會變成太酸 所以如果你想要生兒子的話 女生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快樂 真的嗎 而且... 我剛剛不是講的 如果照一種理論的話 那所有黑人都生兒子啊 黑人都... 沒有... 沒有一定喔 她搭配的女人要看是誰啊 生的是男的啦 生的是男的 因為生男的要簡性嘛 子宮頸那邊比較簡性嘛 對... 剩長的也到簡性那邊嘛 人家兩個小孩是男的女的 女生 那你們是真的像她那樣都很淺嗎 也沒有 我跟你講 有...我跟妳講 曾經就是我們兩個去看醫生 然後我們回家吵架過 為什麼 因為那個醫生就講說 你都生女的 那你都... 他就說我問你 你每一次有沒有都達到高潮 問我 問妳 然後我就說 我老公就說 他每一次都說他有達到高潮 阿嬌 他真的不準啊 他就說因為生女生 不能達到高潮啊 然後我老公都說 回去都吵架了 可是我是真的有 所以妳這機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對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不討論感受的問題 但是我說真的 確實啦 因為有的女人真的很會假高潮 我這陣高潮 不然假到老公 妳要不要來試試看 妳的就是假的 妳可以試試看 不是 妳要高潮 妳怎麼會找玉琳哥來試試看 也沒什麼了不起啦 等一下 重點 我後悔啦 妳會假高潮 阿弟也會假色 沒什麼了不起 告訴我應該是沒有人會假 告訴我男生怎麼假色 假色這個狀況是 沒有 然後再加上人家講說 就是我們要生男生嘛 那女生就是要多吃肉 男生要多吃菜啊 我們吃了好幾個月 這個說法有 對 結果我們還是生女生 那個都沒用 我們都試過 可是妹... 那像妳贊成佩佩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 身跟淺 沒用 我們都已經試過好幾遍了 側的 左的 上的 下的 我們都做過了 所以妳認為她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是假的啊 她的理論跟佩佩是完全相反啊 對啊 所以她說她也有高潮感 因為如果可以控制的話 那每個男生要發射那時候 就心裡想說 我賊胎要男的 不可能 心裡這樣想是沒有 達到那個功能了啦